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6月25日的昇如鸿钟教授 上个星期也有说过 习近平亲自出马签发了军队 非战争军事行动纲领 有很多估计 究竟是针对外还是针对外 两样都有 因为二十大之前是非常时期 一定会有多多多 但是在非常时期里面来说 社会和谐稳定是非常之重要 表面上中国的和谐是维持到的 虽然现在各地的疫情也有点凌声 现在深圳也会看到有些疫情 广州也有 因为现在香港这边是很严重的 連續一个星期过千单 第六波疫情已经爆发了 看你怎样看 有些医生说 现在新冠病毒的情况 造成危机已经很少了 所以有些医务人员都说 不如把普通流传来说 不过当然这些说话 和中央口径不一致 是的 口径不一致 幸好香港 虽然现在没有一国两制 但是也有些分别的 和大陆的做法 但是中央领导人 是否来到香港 就另作别论了 可能就是视像 视像地 会出席25周年的回归庆典 我一直觉得他很想来 这个彩典也不想被人拿 你说他不能来 就让李克强来 这个彩典也被人拿 他在二十大之前 当然要撞一下声势 所以我想他很想来 这个彩典也很想拿 但是现在 你知道 两个国 曾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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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曾经被称为 曾经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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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被称为 曾经被称为 曾经被称为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棋子 現在落到來 這兩個都是將來有機會做特首的 講遠一點 現在落到來 當然要跟習近平壓手 現在不單止他們兩個要隔離 他們那次在公開路面的時候 整班特區新班子都在了 差不多 習近平落到來 跟誰壓手 所以我猜這次可能也有另一個安排 可能會是視障的算數 視障的好處 第一就是他繼續拿你的彩 第二這個彩不會被人拿 所以我相信用這個方式比較多 就不用冒險 但我相信現在中央領導人都不要說 香港有沒有疫情 老不老禮 有沒有一個國機一個國為 就說什麼確診中招 就算你說香港不老禮也好 水深火熱 對 坦白說 最近有兩則新聞 都比較奇怪 一件事在青島發生 有人如果有 存款 有巨額存款 而惡意不買房 惡意不買房 真的好笑 山東的青島 你知道嗎 現在你說惡意 不能夠惡意就可以了 好像黑社會 現在政策推不了 因勢利道做不到的時候 就跟你反抬 你現在真的是惡意 你現在真的 全心這樣做 這是忽慰心主義 就是誅心之論 是啊 你說有惡意沽空 最早有惡意沽空的說法 就應該是2017年的時候 內地 這個 金融市場 A股 被人家沽爆了 那時候 就叫做惡意沽空 你批評官員是惡意批評 一定是惡意的 一定是批評 當然是惡意的 但是有些是正常的 民生行為 都被你扣上惡意兩字 譬如你說 年初 疫情反反覆覆的時候 上海 在西安 他們有一些民工 要回家 但是因為他們身處於 一個疫情爆發的 一個疫區 你說回家 反鄉也叫做惡意反鄉 什麼都說是惡意 惡意是一個搬農門的萬用詞 萬用詞 總之不喜歡你 想搞你就惡意 批評政府給意見 就是惡意 惡意這兩個字 真的比中國憲法大 當然 中國憲法 有時候 香港的官員 基本法跟你說不定的時候 就跟你說中國憲法 不只是看基本法的 還要看中國憲法的 還要講原意的 講精神的 但是現在講原意 講精神 講中國憲法 在大陸 行不行呢 都不行 原來 中國憲法都保理不了什麼 最後 最後 就有一個王牌 叫做惡意什麼 而且這個是完全由長官決定的 是 我說你惡意就惡意了 總之我看不順超 我就說惡意 我看不順超 現在呢 股市就被人沽爆了 現在那個A股 怎樣是 日日地摺 就說會有人惡意沽空 是 然後呢 你說 我們現在這區爆了一天的時候 有人反鄉 他說惡意反鄉 這兩個字 不用說中國憲法 你說什麼 中國憲法保障你 即是你這個 行動自由 出入自由 這些事情 有自由都沒有用 最後都敵不過 官員隨口說一句 叫惡意 兩個字 他判你惡意 你就沒有溫行 對 現在山東省 青島市的 薛家島街道辦 17日的時候 發布了一個 關於做好促進居民購買 新建房屋品 新建商品房的通知 截至到六月底的時候 每個合作社 完成了網簽不少於兩個 哎 那些廢話 總之 整個通知 就說 最重要的是 惡意不買房 就會將備約談 如果民眾 銀行賬戶被查出有巨額的存款 但是不買房的話 就會被提醒談話 而這個工作 就會被納入為 官員2022年的年度考核 工作考核 超額完成任務的話 合作社一事一意加分 有職升 好職升 好職升 總之 第一件事 現在我要通知所有銀行資料 是 調查一下誰有大額現金存款 是 真的不得過想 等於說 有大額現金存款 是不行的 有大額現金存款 如果你自己有一層樓 有一層樓自住 行不行 是 有一層樓自住不行 是 我自己已經有一層樓 我自己自住 那為什麼我要賣房 他都不理會有沒有樓 總之大額存款 不買樓便惡意 有大額存款 就一定要買房嗎 那就是鼓勵別人炒房 習近平說的那些什麼 習近平 一上台就說了 習近平的經濟思想 習近平的外交思想 習近平的經濟思想 下面也分了很多東西 習近平的金融思想 也都是習近平的房屋思想 但是習近平的房屋思想 最中心的一句 金句是什麼 一上台就說了 那叫什麼呢 房屋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 對啦 房屋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 如果我有大額存款 我自己有一層樓 那你又叫人家去買房 那就是叫人家 鼓勵人家 就叫詆毀習近平 惡意買房 是啊 喂 習近平思想告訴我們 房屋是用來住 不是用來炒的 總之用來炒 就可以根據習近平精神 那就是 就叫我惡意買房 現在就不讓你惡意不買房 啊 真可憐 究竟想怎樣啊 大哥 這個真的拋頭 是吧 究竟你要我 要炒房好 還是 有存款 而不買房好 這個真是問題 每天 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地方政府 現在 狗急跳牆 你想想 地方政府 過去五年六年 多少錢 放在房地產 和發展商合作 收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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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夠拒絕那法 來的 現在這間房屋 我要收 給你多少錢 你不能不接受 收樓 收樓之後 要建高樓 他以為要賺 但現在的問題 結果呢 很多地方政府要負責的責任 包括那些醫保 即是地區醫療保障 保障 醫療救助 五保 甚至 即是 地方的 基礎教育 都是地方政府給錢的 出樓給老師的 樓都不能出 原因是因為 他的錢 被樓房摘死了 樓房賣不出 賣大包也賣不出 現在就是什麼 出這招 你不買樓便可以炒房 即是說你的錢套出來 給我割韭菜 要幫我填淡 這麼簡單 就是這樣 好了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河南銀行 其實我們早前也提過 其實在四月的時候 傳出來 有很多村鎮銀行 突然那個網上系統 暫停了 所以令人們 取不到款 取不到款之後 其實那裡 涉及的金錢 有多少呢 那裡大概400億人民幣 一個地區 記住 一個地區 牽涉的人 多達41.3萬 41萬3千人 你突然間關閉了 線上系統 我取不到款 很簡單 很簡單 用銀行拿 做什麼 就是用銀行拿 拿不到的時候 就會去鄭州維權 是 很簡單 但是你去鄭州維權 突然間 你的健康碼 變成紅色 變成紅色 不能搭到火車 對 搭不到火車 搭不到 買票都買不到 即是說 你去提款 其實我去維權 我去維權 你就等於被人 這個叫未審先判 判了你 不是判了你有罪 是判了你中了武漢肺炎 你明明沒有中的 總之就利用了健康碼 轉了紅馬 讓你不能動 即是怎樣 我真的拋頭 喂 你去維權 你去維權 不就是中了武漢肺炎 這樣也可以 是不是 紅馬是什麼意思 你都有健康碼 或者是否應該這樣去解釋 你去維權 即是說你不健康 不健康 至少腦不健康 腦不健康 但是 在中國大陸 有一件事叫做什麼 就叫做信訪辦 維權 應該是合法行為 對 信訪辦 是接受一些人去上訪 應該就是 這個信訪辦 是否等於一個 一個中了武漢肺炎的辦公室 是不是 不應該信訪的 是不是 一信訪就會變成紅馬 會中武漢肺炎 等於是 以前 以前 當那些地方官員 知道有自己管治下的農民 也好 那些人也好 走去上訪的話 他以前做到盡 就去到中途捷你 嗯 抓你去被旅遊 運你進去旅館 然後就 曉耳大義 嗯 用國標方法 叫你回家 以前是這樣做的 現在有了健康馬 就好用很多 好用很多 囚張你的馬 已經轉了就行了 所以我們香港的官員 經常說 三權合作 仲在合作 是監察 但是仲在合作 你現在不見到 沒有什麼合作 沒有什麼合作得過大陸的政府 各級政府 全部都官官合作的 醫療健康馬盤 應該是防疫用的 現在變成防止上訪 是啊 你不要說什麼 其實這些東西 不是新的 其實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11月 就已經有了 立場新聞也有報道 就說很多維權人士 去維權的時候 或者其實有些公民記者 有些公民記者 好像張展 在2020年被判了尋人支持之後 謝陽 709律師 709維權律師 謝陽 他當時就說 離開湖南去上海 搭火車 探望張展 母親 也不是幫他打官司 突然間 他的健康馬又變成 綠色變成紅色 這樣也可以 其實這些行為 你還記得幾年前是李文竹事件 他的探望公也不讓他去 那時候就沒有健康馬 總之就不讓他去 不讓他去 威著你 為什麼 現在就有工具用 其實健康馬是誰管的 誰守龍門 究竟是公安部守龍門 還是違建委 應該是違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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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違建委和公安部 這些就是官員合作 誰改的 是誰改的 究竟這件是管理健康 還是管理維權 不可以幫你折訪 有信訪辦 有折訪辦 兩個辦 都合作 一個是接受信訪,一個是接受這個上訪 你不如告訴你,根本上中國憲法和你寫了有上訪自由是錯的 因為最後惡意兩個字大了 這些公然違法違憲的行為是見怪不怪的 只要你是官有權的話,憲法是為了方便你做事用 如果它阻礙你做事,你就不會理會它 這是中國的法治特性 我們現在看到,這幾兩個月以來 其實這兩年來,由去年開始 中央以至地方政府 那些奇形怪狀、粗暴濫用權力的措施 其實層出不窮 但是在這五月、六月之間是零射多 那好了,你說我們剛才說 河南也好,青島也好 這些粗暴的政策 打擊這個有錢都不買房 打擊這個惡意上訪 惡意維權 即是你提款都不允許 其實不一定 是 去鄭州維權 當然固然是一群 他們自己是一群 戶口的儲蓄人 但是原來沒有上訪的人 沒有去維權的人 因為你有那間銀行 河南那間銀行 戶口都被變為紅馬 突然間開了戶口 我在那間戶口開了 我都沒有上訪 我已經對你好好了 你突然間又判我有武漢肺炎 這樣也可以 這些經濟的粗暴政策 是怎樣來的呢 那我就懷疑了 這個李克強 其實早前 在上個月的時候 就開了這個 十萬人大會 五月底的時候開的 十萬人大會 在經濟上 就跟你說 現在多麼惡劣 中央呢 最後只是一筆錢 是用來救急扶危用的 借錢就沒有了 你不發債 但是 五月底之前 其實 你們就各顯神通 做靚盆數 鼓起國家的GDP 鼓起國家的經濟數字 然後 你們自己又靠自己 然後 當時也有些報道 那些地方政府 其實他們開始 越來越多地方債 就是急獄中央去批 所以記得那次我跟你說 李克強那次開綠燈 就說你們可以發債 我們發債 地方政府發債 必然結果 你可以想像 到時候發債 地方政府一定用到盡他們的權力 你不買 不應購 如果現在地方政府發債 你還指望那些香港投資者 各陣隊幫你買 不用看 肯定割韭菜 到時候一定是 分配給你這些單位 人民 那些去買 你不買 就又說了 惡意不買 這樣也可以 惡意不買債券 一定是這樣 可以想像 我也說了 你不會以為香港很優待你 你現在的強積金 那個修例 可以買國債 或者地方債 就是大開綠燈 你做公務員 去孫國勢 這個時候要表忠 你表忠的時候 你是不是用你的強積金 來表忠一個最好的機會 這是一個問題 大家趁香港人 自己心想 現在暫時還不讓你選 老虎快點把錢調走 去 不要買國債 好了 其實你以為 這些只是國韭菜 你是一般草民 你無權無勢 就欺負你 你以為 你現在是去到連黨幹部 我都說 那些軍工教 大陸的軍工教 軍不知道 但是工與教 他們現在都說 加不到薪金之餘 甚至乎要大身上班 大身上班 要你買失業保險 建議 是的 失業保險 自己自負 我上班不是為了出薪嗎 為什麼要大身上班 其實是這麼好笑的 你現在看到 越來越多這些奇妙的東西 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大陸的經濟 已經是壞到不能再壞了 我收到的訊息 地方政府很多都是缺錢 這是事實 問題是缺錢 它是否去到一個階段 無法運作 但是你說 地方政府 出不了薪 給部分的公職人員 這個已經是 全都開了一項 很多地方的教師 出不了薪 等於 20年前 給你白條紙 白條紙 就是我協議那些錢 我不給你錢 但是 當地方政府的錢 真的放在投資項目 而回不了籠的時候 他真的沒有錢做事 意思是 地方政府 是要承擔很多 基層福利的責任 這是中央和地方的分權 也有些事情 地方政府幫你開了戶口 之後 中央有少許補貼 但是 每個會合計人頭 每個會合計都要補貼 地方政府負責其他部分 現在出現的情況 你可以想像 地方政府一定 有些錢給不了 你說明 他一定會開了很多戶口 來向中央討錢 這個才有上次 李克強開會 那時候說 地方沒有錢 你不問我借你的發債 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這一招行得通 動一點 就說你惡意 惡意不買房子 惡意不買保險 惡意不買債券 下一步 就將民間的儲蓄 逐步逃空 這就可以想像 下一步 下一步可能就是這樣 嗯 你現在都很清楚 其實 李克強自從那次開會之後 叫你的地方政府 國險神通 八仙過海 就是國險神通 你現在就是八仙過海 是不是國險神通 神通就見不到 但是粗暴的政策 就見到一大堆 一大堆 就是你說 阿國惡意不買房子 這就是粗暴政策 既然李克強說的 叫我們自己想辦法 中央幫不了我 那我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不要賴我 這個情況很簡單 還有制度 你不買房子 它可以查你的戶口 其實一定是會查你的戶口的 你說我剛才說的那些 就是一般市民 小市民 一般老百姓 你對於 針對那些黨幹部 其實又是一大堆 一些很粗暴的政策 這是二十大現象 我應該這樣說 譬如你說 我們剛才提到 就是習近平簽署的軍事 軍隊非戰爭 軍事行動的干擾 但是這個干擾 其實就是明羅開道 就是起碼為解放軍 對外 可能會封鎖台海 對台灣發動戰爭 但是這個不是戰爭 這個只不過 是維持內部秩序 維持內部秩序 所以這個叫做非戰爭的干擾 就是這樣 但是對內 對內也是非戰爭 對內也是非戰爭 剪肌肉 軍權還在我身上 我說怎樣就怎樣 這個在二十大之前 對習近平也是相當重要的 這個干擾就是這樣 但是還有其他事情 早幾天 即是19日的時候 亦發了一個黨幹部 領導幹部配偶子女 和配偶經商辦 企業管理規定 即是說你們不要經商 第一 第一 高層幹部哪個家屬 子女不經商 甚至還壟斷這些機要行業 來自肥 幾十年都是這樣 李鵬的女兒 為什麼會做電力呢 很簡單 或者江澤民的兒子 為什麼會做中國電訊 很簡單 因為他們有優越位置 那些生意就輪到他做的 很簡單 現在突然間出了這個綱領 又說不讓高層幹部經商 大家就問 現在你高層最高層的 包括習總本身 你的家族都在經商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我覺得兩重意義 第一 在這個時候 突顯自己反貪窗戀 整頓一個嚴結社會的公職 這也是為自己取分 第二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就是向一些幹部 領導層幹部施壓 現在又有多樣子去搞你了 誰的弟弟不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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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的事就搞誰 我覺得這個信息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嚴格執行 這些通常都是選擇性的 一向都是選擇性的 之前那個國際調查記者同盟 其實不是調查過了 現在的紅二代的家底 那些家底 那些家底 那些海外有多少身家 其實包括習近平本人 他的媒夫 也有很多 在澳洲的資產有很多 齊喬喬 還有他的媒夫 鄧家貴 也有很多 這些事情 有的 但是與此同時 同時你見到他 又做很多動作 譬如你見到這段時間 蕭建華開審 蕭建華 被譽為是 當時在香港的四季酒店 被跨境執法帶回大陸 但是蕭建華 其實是什麼人呢 據聞就是 很多上海幫的白手套 對 江澤民家族 以至到曾慶紅家族 這個白手套 其實就算是 習近平家族也有 只不過是幾千萬的 一個這樣的 資產 但是也有的 但是為什麼 這段時間 突然告訴你 蕭建華 本身運了幾年 幾年了 上去 四年都有 四年都不開心 可以這樣 但是現在 四年突然開審 為什麼呢 因為要震懾你 震懾你 震懾你的對家 就是告訴你 大家不要多說 反對 這個暗的 就告訴你 你不要多說 蕭建華開審 可以判輕 可以判重 判重的話 牽連到的人 就可以很廣 這些都是這樣 索藤摸瓜 看他摸到多遠 他想摸遠一點 那又可以 在蕭建華為止 也可以 這就是最關鍵的作用 所以要困住他幾年 第一 這幾年都可以透過了 第二 留到今天用 就是 特意要選擇 什麼時候開審呢 就是這個 在北大學會議期間 開審 那就是給你看 現在就是要告訴你 你不要亂說話 你不要亂挑戰我 你現在有蕭建華 在爆你大鑊 這張牌 就是偏偏在二十大之前 尤其是在北大學會議的時候 你不要打算發我難 我現在這個蕭建華 就是我的拳鬥 最後一張黃牌 這張真是蘇欣 明的就是暗的牌 明的牌 就是 你現在做了一個叫什麼 經商 其實也是今個月的時候 關於加強新時代 尼優幹部 的黨建設 工作意見 就叫你這些人 不要妄議中央 不要妄議中央之餘 我還要找一些人 去教育你的老幹部 教育老幹部 真的很好笑 如果你想政治課 一個二個 去北大學會議之前 就跟我想政治課 政治課最簡單來說 就是叫你兩個 維護 維護黨中央權威 黨中央權威 即是習近平的權威 簡單來說 你沒什麼幸免 朱鎔基也好 江澤民也好 可能也要去聽書 習近平思想 可能就是這樣 這是此其一 對外 對外又要做些什麼 對外就告訴你 你現在 你愛國勢力 就不要想著 怎樣去制裁中國 就告訴你 他可能會幫俄羅斯 幫俄羅斯 其實 你在軍事上還沒有幫 但是在經濟上幫 在經濟上幫 你外國會不會 易克制裁中國 之前 其實我們看《金融時報》 在五月初的時候 他開過一個會議 北京召集外銀高管 商議 如果金融制裁中國的時候 那些外資銀行 都要給意見 究竟 你告訴我們 應該怎樣做 包括匯豐銀行在內 這個很好笑 等如通天 也有一個意味 就要向你外國勢力示威 你不要以為我 就不會規避你的制裁 我是有可能規避你的制裁 但是 我現在告訴你 示威 好了 那你敢不敢 去二級制裁中國 是的 這是這樣的做法 還有五月中的時候 也有華爾街日報 就說 習近平要求那些官員 剝離海外的資產 是的 就叫你賣掉那些外國資產 是的 是的 那麼 又有 這個說法就是 如果你有外國資產的話 就調回國內 如果不調不回 就沒有得升職 沒有得升遷 沒有得升遷 我們聽起來也覺得很好笑 但是 這個就是你見到 習近平 為了連任 是不惜一齊 多麼噁心都做得出 震懾內部反對勢力 然後到時十一大 順順利利 搞定之後 其他人再說 但是 你見到 但是問題就是 你可以多持久 讓你過了二十大 你之後中國經濟的檔口 你可以怎樣搞呢 你一邊 你又要維持這個動態精靈 動態精靈 這件事 就已經越來越難去維持 甚至乎 你看到 有些 衛健委的官員 好像國家衛健委 疾控局一級的巡視員 何清華都說 喂 沒有發生疫情 又沒有風險 那就不需要 常態化檢測 你現在常態化檢測 就搞到真的 勞民相財 昨天停頓經濟 真的很慘 是啊 好了 現在 你在金磚會議 金磚國家峰會 裡面 習近平又說 繼續努力達成5.5的經濟增長目標 我也很懷疑 5.5還有沒有意思 你第一、二季都撕不到 根本就沒有什麼可能 不過當然 大陸的情況 沒有可能的事情 都可以變成可能 反正數字 做出來 但是 講這些話 究竟有沒有實質意義呢 特別是你把他講的說話 跟一個月前 李克強在十八年會講的說話 對比 好像我們面對兩個平衡世界 真的 究竟誰是真的 大家相信誰 大家心裡有數 但是繼續這樣說 繼續希望在外交上拓展空間 現在 俄羅斯說要專攻金磚五國 現在 習近平又 要向金磚五國 埋首 你看到金磚五國 有南非 有印度 有俄羅斯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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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曾經一段時間 都是說 增長最快的地區 但是現在還是這樣 中國已經不是 中國已經不是 俄羅斯 也很危陪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問題 至於金磚五國峰會 我們下星期一 在石破天經裡面會講的 下星期一的石破天經 也是最後一集的石破天經 到時候 會跟大家交代這集節目的事情 好了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一回來再見 拜拜 下星期一